好的欢迎继续收看 VOA委是美国国会的财政预算案 陷入了僵局 距离10月1号 美国政府财政预算的截止日期 只剩下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 然而美国国会和奥巴马政府 仍然是僵持不下 如果民主共和两党 不能够在9月30号的午夜之前 达成财政预算的协议 就会有很多的联邦政府部门 将在10月1号面临关门的命运 而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的话 将有80万名政府雇员 要暂时留在家里休假 还有200万名的政府雇员 包括信义军人 可能将面临工资被拖欠发放的情况 那么这项重要的财政预算案 究竟能不能在10月1号的期限之前通过 增结又是什么呢 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到美国国会 请人正在国会上上采访的 VOA卫视驻国会记者杨诚 来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 杨诚你好 东宁你好 各位观众晚上好 东宁你刚才讲的这个 美国政府会是不是会关闭 我想世界上没有人有这个答案 这些天我们在观看这个国会 就财政预算之争 就像是看这个悬疑剧一样 谁也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当然政府最后会不会关闭 我觉得是要看众议院 会不会接受参议院的版本 这个预算的版本 更准确的说应该是说 共和党会不会妥协 因为我们知道民主党 不可能在奥巴马这个医保改革 拨款的问题上 它是绝对不会让步的 那么现在就看共和党 众议院的共和党 会不会让步 会让步到哪一步 怎么样让步 就是说如果现在参议院 把这个拒绝给奥巴马医保 拨款的这个内容 删除了以后送到众议院 那么众议院的策略是什么呢 现在有人猜测说 众议院共和党可能会说 好我们现在给奥巴马医保的拨款 这个接受 但是是不是把这个执行的期限 再推迟一年 因为10月1号 奥巴马医保有一部分的内容 要生效 那么再推迟一年 这也是一种妥协 那么昨天呢 我们知道在参议院 就是参议院已经通过了一个程序性的投票 那个不是说旧法案的本身 程序性的投票 就是说把众议院的版本 开始进行讨论 也就是说对它进行修改 那么可以肯定 民主党一定会把这个奥巴马医保的这一部分给删除掉 对所以现在就说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看这个共和党会采取怎么样的下一步行动 那昨天在参议院也发生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幕 就是这个共和党的新科参议院 其实他进参议院才不到 才9个月进行了21个小时的这个马拉松演讲 主要的内容就是抨击这个奥巴马医保 所以现在奥巴马医保是 这个国会能不能按时通过临时预算案的一个关键所在 好的就像刚刚杨成提到这个克鲁斯议员 这个长达21个小时冗长的马拉松发言 因为这个选与剧更贴了戏剧化的因素了 那么他的发言在发言之后呢 引起了民主共和两党的一些批评 这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杨成 对现在这个你说的很多 以前我们知道我们经历过很多就是政府要不要关闭 这个财政预算的争执已经吵了好多年了 大家已经觉得这个狼来了好多次了 以前就是说我们都是集中在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这理念之争上 那么这次有所不同 就是实际上是凸显了共和党内部的一些分歧 我昨天其实在最后的一个小时去看了他那个最后的马拉松是演讲的这个结尾 当时我觉得有个很深的感觉 就觉得是这是共和党内部至少在参议院 是这个新生代啊就是年轻的一代的这个共和党参议员和这个老一代的共和党 一些资深的比如说麦凯恩啊 麦康奈尔这些参议员之间的一个好像是有一些代沟 那么很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些议员的包括这个克鲁兹 他们都是70后的还有陪了他一夜的一个麦克里这个参议员 还有那个卢比奥参议员都是在40岁出头就是很年轻 他们而且他们代表的是这个共和党内非常非常极端的这一派 极端保守的这一派 所以这是很有意思 就是说是不是甚至有人说是不是这个共和党会导致这个共和党的分裂 所以因为很多的意义就是说共和党 共和党议员对他非常非常的不满 就是对这个克鲁兹议员的这个行为 所以昨天很多人在批评他媒体也在有的有些媒体在嘲弄他 那民主党议员批评他不奇怪 但是很多共和党议员出来也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甚至有一位议员说他就是一个这个造假 批评的非常非常的严厉 对 所以这也是一个我们今后的几天 这个我们不知道这个悬疑局我们会继续观看下去 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杨诚在美国国会山上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